随着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结束 香港各中学陆续举办毕业典礼 5月28号上午 香港裴桥中学第75届毕业典礼在校园礼堂举行 全体人员整齐肃立 启唱国歌 牧师国旗冉冉神奇 据悉 2023年裴桥中学共有120余名学生顺利毕业 裴桥中学校友 清华大学在读生李泽森 分享了自己在内地求学的经历和感受 鼓励学弟学妹多去内地交流学习 那我跟今天毕业的同学也一样 我的12年的小学中学都是在香港读国的 在内地读书 其实是会有更大更好的国际的平台 比如说在清华大学的时候 经常会有一些别的国家驻华的大使会参观清华大学 其实这些经历我觉得是在别的地方 是完全接触不了的 一定是在内地这种地方 这非常大的舞台才有这些机会去见识一下 据中国教育留学交流香港中心公布 2022年共有4890名香港文凭考试考生 报名申请到内地深读大学 占参加文凭考试人数9.76% 创历节新高 香港陪桥中学校长吴焕杰对记者表示 近年来本校学生到内地求学意愿逐年增强 报考内地高校人数持续增长 其实陪桥中学一直我们都推动学生到内地去就读大学 包括我们其实在他们高中的时间 我们是带他们到内地的大学去进行参访 那这三年的疫情 特别是今年通关了之后 我们发现了我们的报名的人数 是逐步的上升 今年大概有50多名的学生 是报考内地的大学 这是这三年疫情之中的最多的一年 然后我作为陪桥中学2023届的应届变身 然后我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去深读复旦大学 就是我觉得回内地读书发展有更多的机会 因为内地的土地面积比较更大嘛 人也更多 然后机遇也比香港的要多一点 对于即将毕业的学生 校长吴焕杰对他们寄予厚望 他希望学生们不忘初心 做一名心怀国家的陪桥人 好 今天是陪桥中学第75届毕业生的毕业典礼 那我作为一个校长 我当然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继续保持他的战斗力 还有他的耗学力 这样家国情怀的一个陪桥人 我是陪桥人 是陪桥人 的黑暗 一天 开始 晓敬 晓敬 怡 在 远 晓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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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晓妙